百年中英街 沧桑巨变 祭祀能手 火眼尽敬 频繁出没关口 嫌疑人狡猾独端 巧妙追踪线索 边防警察紧盯不放 他到底要把什么运进百年老街 拘留汇炉面前 干警又将如何面对 见证本期播出 中英街上好哨兵第一集 送上门来的美金 午夜的沙头角边防检察站 直前哨兵正在交接班 看上去一如网络般平静 然而此时代班班长黄帅和他埋伏在暗处的战友 却崩起了每一根神经 因为他们等待的那个人很可能就要出现了 我是在4月23号的零前零四分嘛 也刚好是我们交接班的时候 刚好这个时候 这个名男子就出现了 刚刚出现的这名男子 正是黄帅和战友正在等待的那个人 根据黄帅的分析判断 也就是在这一两天 这个人一定会有所行动 最早发现这个人的时候 其实我已是在交接班的时候 也是无意东发现这名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 十天前 黄帅轮换到沙头角边防检察站 担任代班班长 沙头角这个岗位 对于黄帅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他入伍后的第一次正式执行 就是在这里 2009年 结束新兵集训的黄帅 被分配到广东公安边防第六支队13中队 再来到13中队前 他就被告知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 我们沙头角模范中队的前身 是参加过辽省战役的东北野战军第四重队36团 那么这个团在当年的塔山主席战中 英勇顽强 玉帅奋战 为辽省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8年10月10日 国民党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 在空军海军战车部队的支援下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驻守的塔山 白台山一线发起猛烈攻击 意图增援锦州 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第36团 因有顽强玉学奋战 经守白台山战第六周夜 打退数倍余己的国民党军数十次进攻 战斗结束仅剩下一百余人 为辽省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被第四重队授予白台山英雄团荣誉称号 在1963年的7月 为了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 中队由这个团抽调48名干部战士 在广东汕头交三组建 之后经过了七次改编七次调防 于1969年3月进驻沙头角至今 1996年12月14日 十三中队还被国务院授予 沙头角模范中队的荣誉称号 黄帅来到中队后 一面感受着这支部队历史的厚重和荣誉 同时也感受到了环境的复杂 因为我本身我自己也是在海南一个孙庄里 从来就没有看到这个大城市 包括我自己从海口就是要坐船过来 第一次坐那么大个船 坐得头晕了 到了深圳来的这个城市的这个防滑 从来就没有见过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式的边防 我们的港楼挨着酒楼 营区挨着这个闹市场 所以说我们的哨兵在这个哨位上 这个时刻都可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 在这座官兵俗称小头的边防检查站 这头是深圳 那头就是可以直通香港本岛的中阴街 中阴街位于深圳市盐田区南端 古时由梧桐山流向大鹏湾的小河河床淤积而成 原名鹿慈济 据陶正在公元1820年至1830年之间 因附近的几个村庄交换生活物资需要 逐渐形成深圳四大古虚市之一的东河虚市 它之前也就是在当地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市 就是很多包括惠阳的人都会来这边赶急做交易的 到了1938年的时候呢 一场强台风过境就把整个虚势给摧毁了 后来这个台风退后呢 就有乡民在这个中阴街杯三到七号之间摆摊做生意 再慢慢的呢就搭一些棚子之类的 再后来就逐渐建一些铁皮房之类的 这就形成了中阴街的一个出行 黄帅刚刚来到这里就听人说 这条街很短短短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头 这条街又很长 长得已缠在不下百年岁月中的悲欢离合 与血泪屈辱 1840年6月 英国因为向中国销售鸦片受阻 用尖船力炮扣开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 经过两年的战争 清政府战败 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得到垂涎已久的香港岛 1856年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再次战败了清政府 被迫签订北京条约 这一次中国失去的是九龙半岛南端 到了1898年的时候 又跟清政府签订了 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1898年6月9号签订的条约在北京 到了1899年3月16号 就是双方的代表 中英双方代表 就来到沙头角开始看戒 18号看戒结束 就是从我们现在博物馆的那个位置开始 那第一号 中英街上一共有八块 自这些戒被树立起来之后 沙头角就被分割成为了 现在的深圳沙头角和香港新界沙头角 由于当时香港由英国政府管辖 这条被戒杯一分为二的小街 又被称为中英街 由于中英街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管理的部分区域 内地游客需办理冰房通行证证件方可进入 所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在中英街戒杯两侧不足300米的街道上 有深港两地商户近百家 经营着来自五大株的商品 由于街内执行免税政策 每年都会吸引大量内地游客 前来旅游观光和购物 当时人是特别多 每天人流量应该最少得十万人 当时走的时候情况特别多 而且也比较复杂 我第一次站岗的时候 我当时特别激动 然后我是跟着我班长上去勺头去执行 然后我就在我班长后面 班长说你看着啊 过不到五分钟 我肯定能抓住一个走势分子来 果然没过几分钟 黄帅的代班班长就叫住了一个女子 并从她的腰间搜出了五十多部手机 那我是怎么看呢 我也看不出哪个像走势分子 当时我就非常的羡慕 又困扑 那我羡慕呢 我就羡慕班长 为什么一抓一个组 此后黄帅开始细致地观察老兵 是怎样进行检查 不知情的时候就仔细对着镜子观察 自己正常走路的姿势和身上绑上异物后 有什么样的不同 就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观察 黄帅很快破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走势案 09年4月20多号的时候 我就第一次抓到了一个内损卡 那内损卡呢 他也是 他也是利用这个身体的 因为内损卡比较小 他利用这个身体的这个原因 然后绑在这个身体上 就绑在腰间 经过几年的磨练 黄帅已经成为13中队有名的基司能手 各项右能力均名列前谋 被大家称赞为火眼金睛 这一次到沙头角检查站值班前 黄帅正在参加一次集训 而此时正值一批有经验的老兵退伍 新兵还在熟悉业务 所以上级领导临时把黄帅 从集训队调回来担任代班班长 由于参加集训 黄帅已经有一个月 没来检查站值勤 起初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同 但是慢慢的 他却开始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 尤其是在午夜12点以后 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 这不免让他提高了警惕 晚上站了很久了 站岗站了很久了 很疲了 很累了 可能对这个会放松自己不差 那么尤其是在这个老兵退伍 这个敏感节点 我们这个执行压力是非常的大 很多同志有时候在这个稍微上 一站就要超过近十个小时 沙头角边防检查站 是全国为数不多的24小时开放 行人车辆都可以随时通关的检查站 一些不法分子试图利用凌晨 这个人体最容易提罚的时间段 进行走私 贩毒 偷毒等违法活动 5月12点 黄帅刚刚监督直前哨兵交过班 一个身穿白色T恤和牛仔裤的男子 就来到检查站 一开始黄帅并没有注意他 但他的一个举动让黄帅感到有些意外 黄帅为什么会因为一句问候而警觉起来呢 我说这个人我都没见过 而且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话呢 由于夜间并没有游客 进出关口的几乎都是居住在中英街内的居民 在边防检查站直勤整整五年的黄帅 可以说对镇内每一个居民的面孔都有印象 所以这个表现的熟络 却完全没有印象的男子 让他一下子解决了起来 随后黄帅跟当班的哨兵 核实了这名男子的信息 信息显示 这名男子是由香港居民证件 然后我要掉血的一些监控 根据监控显示 这名可疑的男子是最近几天才出现在中英街关口的 并且每次他出现的时间都很特别 就是那个点 就是我们跟海关下班 下班后的十分钟左右 都是在那个点会出现 那为什么他总是选择在交班这个特别的时间点出现呢 每到交接班的时间 哨兵会有一系列的交班程序 刚刚到稿的哨兵还没有马上进入工作状态 每次我会跟我们哨兵说 每次到这个交接班的时候 必须要这个严格查验 这个提高警惕 这名男子的诸多反常举动 让黄帅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怀疑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怀疑 早上交接班之后 黄帅就答应了监控图像来到中英街 最早中英街也并不像现在这么繁华 他都叫农村这家部分的农民 他就过来到中英街买菜 买下生活用品 就这种 这个我跟你说 我们小时候 这里是一个炒棚 一个检测棚 后来到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才开始一个亚房 一个简易的亚房 这家都是开放改革 搞了好几次 重新建起来的 以前中英街 这里一出来 都是农田 都是水田 或者是中菜的 在上一点村有这个农村 几条小村 七条住原村 其他都是农田来的 没有什么高楼大厦的 沙锦涛 1946年出生在中英街里的沙兰夏村 现任中英街巨委会主任 他见证了百年中英街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我就在这块地方出生的 现在全部都改了 以前是我们是一种平房 亚房 平房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最早中英街仅仅是以沙兰夏村为主 沙兔教村和周田村等几个村子居民购买 及交换生活物资的小集市 应该是79年左右 79年慢慢慢慢 这个店啊 全部都是祝福来的嘛 都开始到80年 全部开起来了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政策 1980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深圳成立经济特区 那个时候我们中英在香港那边的人啊 他就反应比较快 或者说我们这边有些商业啊 也跟着就反应了 卖肥皂啊 因为那个时候国内也没有什么多肥皂 卫针啊 铃龙布啊 一家这个锁铃皮带啊 这家小商品就在中英街形成了 温和辉在中英街经营着一家酒楼 他也是普生普长的中英街人 与沙锦涛不同 他是中英街的香港居民 现在他还是香港新界议员 温和辉八十年代初就在中英街开始经商 亲身经历了中英街是怎样 从积极无名到空前的繁荣 你说吧 就是说我们卖那些牛仔裤 当初很流行的嘛 就是说我们做那牛仔裤 一天可以卖上千条 就是一个门店 有做过统计的 就从我们这个口岸静观的 最多的时候能达到十万人 就是说可以想象一下 两百五十米长的一条小街 容纳十万人 是多么壮观吧 那时候就是说你从街头走到街尾 最起码需要两个小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改革春风刚刚吹壶大地 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的 生活物资还比较紧缺 中英街琳琅满目的商品 一下子就吸引来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1982年的时候 沙头角地方财政收入 是人民币一百六十万元 到了第二年 1983年就增长到了四百七十八万元 到了1984年呢 就又增长到了七百八十八万元 1985年就一下穿到了九百万元 1986年突破了一千万元 然而随着中英街商业的兴起 在巨大利益的趋势下 中英街的走私活动也日益频繁起来 最常见的一种应该是在他们利用这个身体的一个原因 然后把一些走私的物品的比小坏的东西绑在身上 比如绑在腿部啊 腰部啊 甚至还有就是一些敏感的部位 包括这次引起黄帅怀疑的那名局者反常的男子 黄帅也怀疑他很可能是在策划一次走私活动 然而随着近些年香港居民不断向中英街迁移 此时也不能排除他是新进搬进中英街的可能 黄帅来到中英街巨委会 请求杀锦涛主任的帮助 97年以后啊 香港回归以后啊 香港人更喜欢住在这边的 他主要是两个一个我们的完全好 第一个也说明我们这个一阶两次啊 在中英街是非常的融合 也是一个样板 说明着人生的回归 这口至今矗立在中英街口的古井 虽然已经干涸 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他依旧在默默地讲述着中英街上戒备两侧居民 虽为深港两地人 却曾经供业一井水的悲欢离合 我们有计划是同一条小街 同合一井水 香港的人也过我们这边和这个井水的 1997年7月1日零点整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在香港上空缓缓升起 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 根据中英街巨委会主任沙锦涛的介绍 现在中英街内原住居民共1400人 而在中英街居住的香港居民已经超过了4000人 然而经过巨委会工作人员的仔细核查 黄帅所调查的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的可疑男子 并不在这4000多人之中 那么这名可疑男子有没有可能是在中英街工作呢 与直接前往中英街巨委会证实不同 为了求证这种可能性 黄帅显得谨慎得多 你不能问错了 你问错了到时候本来他们是一起来 那这个计划就没了 就泡汤了 黄帅先后找到几名相熟的中英街商铺老板 和可靠的中英街居民 跟他们一一求证 对这名可疑男子是否有印象 是否是哪家商铺新建的员工 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他自己不在里面住 那也不在里面工作 那他为什么每天都会有进书中英街 确定这名男子可疑后 黄帅马上向代班干部胡维小 做了汇报 查一下 背了个包 今天晚上跟前面晚上不一样 就是说不要去惊动他 就是没去查他 因为我一直在观察 其实他那表情 前几次进来的表情 他都很淡定 经过两天的观察 黄帅发现 这名可疑男子 不仅仅是晚上会出现在检查站 白天有会有来 白天有会来 因为白天的话 因为我换班的时候 交接了哨兵 我也让他们回来 你看他有什么情况没有 他有什么变化没有 到这个时候 黄帅才知道 前些天 那种无盲在背的感觉 很可能就是来源于这名可疑的男子 因为在每天不同的时间 他都会出现在检查站附近的人群中 对检查站关口的哨兵进行观察 黄帅几乎可以确定 他一定是在策划一件什么事 现在还不确定的 就是他到底要带什么东西过关 以前有人曾经说过 看检查站查口的走私物品 就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 内地发展的缩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于内地物资匮乏 香皂 雨伞 衣物 这些生活日用品 曾是走私团活的主要家带物品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内地的生活也慢慢好起来了 可能很多商品 就是内地就可以买得到 不需要跑到这里了 那香港的商人呢 他反应也是非常灵敏的 就开始改卖一些黄金首饰 那时候我们又是 就是内地的金价是管控的 而这个香港呢 它是自由市场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 随着中英街销售物品的更迭 黄金和珠宝首饰 则成为走私团活主要的目标 就我刚来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走私的可能是一些内存卡 苹果手机可能是苹果二 苹果二的话那时候也是很之前 但现在呢 这个他们现在内存卡呢 很少走了 现在由于内地电子产品的丰富 这方面的需求逐年下降 而随着生活的富裕 人们更加追求健康 中英街上的商家大多再次转型 改为销售进口食品 保健品和化妆品为主 原先一条小街 容纳十万人的壮观景象 可以不复存在 根据最新统计 每封小长假 中英街的日客流量最多 也只有一万人左右 嫌疑人越越越试 警方暗中布局 电子产品 黄金珠宝 毒品还是枪支弹药 走私物品始终无法确定 见证正在播出 中英街上好哨兵第一集 送上门来的美金 一般来说 出现在检查站的走私客 都是从中英街里 夹带货物前往深圳 而这名可疑的男子 是准备把一些东西 带进中英街 从而把东西送去香港 那么他到底要带的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真的是预测不到的 因为想着带手机进去不可能 只有带手机出来 才有这种现象 然后就当时就感觉到 会不会说像别人一样搞点黄金 那白银这些 就在上个月 一名推着自行车的男子准备通过关口 当时也正是黄帅值班 他发现这名男子 推着自行车的时候 明显有些吃力 而且车轮有明显压下去的迹象 就及时对他车筐内的物品进行检查 发现包内有两块 用编织袋包裹的长条块状物品 打开包裹一看 竟然是两块银砖 经测量 两块银砖长30厘米 宽1.5厘米 重31.13公斤 而这次不同 黄帅根据可疑男子的行为判断 他很可能不是黄金白银这种物品 我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身材比较瘦小 我就想他应该是吸毒的 所以我当时判断 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带毒品 似乎是为了印证黄帅的猜测 在一份上级传下来的例行通报上说道 近期香港警方有情报显示 香港的毒品价格有上涨的趋势 要求各关口严格注意排查 而根据最近几天的观察 这名可疑男子出现在关口附近 和进出关的时间 逐渐稳定在凌晨 哨兵交接班的时间段内 我就判断在这个三四天内 他可能有一个大的一个行动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可疑男子依旧是正常进出检查站的关口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 更没有携带特殊的物品 这样的结果 让黄帅开始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 如果说这名可疑的男子 仅仅是一个忘水 并且给同伙提供掩护的角色呢 如果是这样 很有可能自己就把过多的注意力 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而让真正带货的人门混过关了 想到这里 黄帅再次翻阅近一段时间的监控录像 把可能与这名可疑男子有关的人员 进行重点排查 其实他做这个案不是一个人在做 其实最少都有五个人在做这个案 关外到关内 他都有一个人把风了 经过重点排查 和对可疑男子刑际的分析 黄帅判断 目前这伙人应该还在试探和踩点的阶段 截至目前还没有真正实施 他们带货的计划 唯一还不明朗的依旧是 这伙人到底准备把什么带进中英街 而这个问题也正是代班干部胡维小最担心的 在胡维小看来 不管这伙人准备夹带的货物是什么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精心裁点和准备 都一定是价值不菲的东西 而货物越贵重 这伙人越可能在最后关头殊死一搏 我们不能说太明显的这样去专门戏查 因为会引起他一些怀疑 就这样又过了两天 可疑男子除了在凌晨再次进入中英街以外 并没有特别异常的地方 2014年4月23日凌晨 已经等待多日的黄帅直觉 这个可疑男子今天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我当时刚好走出来 他这个人刚好进来 他的手手在发抖 所以我也是一直上西住询问他了 我说你好 请说是您的证件 配合一下我们的检查 那他一下子慌了 他说我们都这么熟了 我每天都静静说 我是这里面住的 你凭什么杀我 就在黄帅坚持检查他的证件和误品时 这名可疑男子 拽着黄帅的胳膊 向关口的角落走去 反正我在监控上看到的 他就是很快 就是检查 然后不知跟黄帅说了什么 就偷偷地 叫我写 然后就从暴力 拿出这个两大美金给我 我当时我就很严实地拒绝了他 我说不好意思 你这个钱我们不能要 当时他一下子 他说不要跟钱过予不谢了 他说你的一个月的工资 也没多少钱 他说你拿了这个钱 可以顶你好几年的工资 眼见黄帅并没有为他的美金锁打度 依然坚持检查他的背包时 可疑男子突然将手中的背包砸向了黄帅 抓火嫌疑人后 经过检查 在他所携带的背包中 共搜出了25万美金 随后又在他的腰间和腿部 搜出了33万美金 一共是58万美金 折合成人民币400多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相关规定 出境携带外币现筹现额为 每人等值5000美元 超过等值5000美元以上的 应向外汇指定银行 或外汇管理部门申领 携带外汇出境许可证 海关品加盖外汇指定银行印章的 携带证验放 嫌疑人试图以夹带的形式 携带58万美金过境 以构成的走私行为 自1989年 广东公安边防6支队第13中队进驻沙头角 截至2016年 中队先后查获走私案件1407宗 案值约3.6亿元 抓获非法出入境1100宗 1530人次 缴获各类毒品1400克 查验出入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人员 1.5亿人次 车辆530万台次 聚会金额高达上千万 被誉为中英街上的长城 走私跑步一番常态 望水人消失无足 边境管理区全面排查 不放过一丝线索 地下管道四通八达 走私嫌疑人越越越试 秘密挖掘四个月 成本高达300万 为走私费尽心思 见证下期播出 中英介绍好少兵第二集 隐秘的地下通道 2.15' 21.15'